Hello 大家好 我是洗碗君 上期我们说到蚁王正在和小麦下棋 想不到小麦的棋艺非常高超 虽然蚁王进步非常快 但他还是屡战屡败 于是蚁王将小麦留在王宫沉迷下棋 而热爱军移棋的小麦对此也非常开心 另一边 莫老五再度遇到报纸师团长 对方已经投靠蚁王并被消亚补夫交汇新能力 此外 报纸身上的借贷玩偶也被消除 因为狮子师团有一位蚂蚁除念师 名叫西娜 接着 报纸用能力把莫老五带入一空间 只有触碰到报纸才能返回原有世界 见状 莫老五不紧不慢地倒地睡觉 实际上他偷偷用烟雾绕了大圈抓住报纸 随机莫老五开始缩短烟雾逐渐接近报纸 而且这个烟雾报纸根本无法斩断 危难之际 报纸居然觉醒新的能力 他具现出一个爪套弓箭 可以进行远程射击 谢谢 你有任何用力的能力 Neil 给你 最后 报纸无法制服莫老五 莫老五还用烟雾分身 骗过报纸 成功触碰对方 因此莫老五摆脱一空间 报纸也逃离而去 与此同时诺布展开行动 他的能力是四次元公寓可以瞬间移动 他能在碰到的地方布置出入口通往公寓 在布置好出入口后诺布就能利用公寓快速通行 诺布的任务就是在王宫内设置出入口 这样一来讨伐对戒时就能瞬间突入王宫作战 过程中狮子和几名手下盯上诺布 狮子的能力很特别 他可以通过卖给对方人情夺走对方的能力 狮子的终极目标就是夺走王的能力取代蚁王 王宫之内蚁王还在和小麦下棋与败旅战 他居然慢慢从失败中发现一种奇妙的乐趣 为了干扰小麦 蚁王提议要用对方的手臂作为赌注 文言小麦却陷入犹豫之中 没想到小麦竟要用自己的生命下棋 因为小麦就是靠全胜战绩才能成为国家代表 他也通过军移棋帮忙养活家里 而一旦输掉比赛 那么小麦也就光环不在 最终 蚁王从小麦的话中看到棋手的觉悟 他放弃赌局 并且自断一臂向小麦道歉 对此 小麦要求蚁王优先治疗 否则不肯下棋 于是 尼菲比特被叫来给蚁王治疗 原本 尼菲比特负责王宫周围的侦查 他有着最大范围的探测念能力 原 不过现在 尼菲比特为了治疗已完 不得不停止原 谁知 诺布得到机会成功潜入王宫 在王宫 诺布不断布置出入口 不断靠近王宫中心 很快 诺布潜入到王宫二楼 就在这时 他感受到肖亚普夫的气场 对方的恐怖实力 瞬间击溃诺布的神经 因此 诺布立刻逃出王宫 事后 他还因为过度害怕 一夜白头 另一边 盘木同样潜入王宫 原来有一位人类官员 负责帮蚁王处理事物 此人非常好色 经常利用职权 召集女性王爽 之后 盘木靠着美人际 成功接近官员 将其泛倒 盘木的能力 是用水晶球监测自己 看到过的对象 因此 盘木想要接近到蚁王身边 但是 他却在中途 被尼菲比特发现 遭到抓捕 莫劳无处 他被狮子找到 两人在地下展开对决 狮子使用能力 召唤出漫天巨烂 绝招 名叫大波 此能力还掠夺 莫劳无的一位猎人朋友 可是 莫劳无能用烟雾 做成吸管 在水下呼吸 他还用金人的肺活量 吸光氧气 因此 狮子吹氧自吸 最后淹死在巨烂之中 王宫内 蚁王在和小麦接触后 逐渐发生变化 他不仅违背自己定下的规定 让小麦破例休息 更是特地记下了小麦的名字 不过 小麦接下来的访问 却让蚁王陷入沉默 其实蚁王现在并不知道 蚁后为自己取的名字 他也一路因此陷入困惑 见状 朴夫非常难受 他对蚁王有一种畸形的忠诚 很爱揣测王的想法 朴夫最害怕蚁王 会因小麦而发生改变 这时蚁王突然想通一切 他不需要站在所有领域的顶点 只需要武力巅峰 于是蚁王准备立刻杀死小麦 停止无聊的下棋 没想到 蚁王竟对小麦伸出异样的情愫 在人类社会中 这就叫做爱情 蚁王还要求尼菲比特 负责守护小麦的安全 另一边 蚂蚁讨伐队完成集结 现在500万人的国民筛选 只剩最后一天 随即 讨伐队一番三亿 定在今晚潜入王宫 这次 诺布由于恐惧心理 没有参与王宫讨伐 现在王宫内也有不少倩和宜 其中 然人是团长 心怀鬼胎 想要成为影子国王 倩何以除念是希娜 则在享受生活 希娜还有一只红色蚂蚁仆人 特别乖巧老实 实际上红蚂蚁 就是寇鲁伯的妹妹雷娜的转身 接下来 讨伐的时间已到 大家准备行动 就在这时 王宫上空突然出现怪鸟 有两个人还从怪鸟上 直接跳下 其中一人打出黄色巨龙 瞬间破解尼菲比特的气场 来者近视 会长和杰诺 只见巨龙瞬间爆炸 变成大范围攻击龙心群 见状 尼菲比特立刻冲天而起 来到会战面前 就此人类和谦何以的战争 正式打响 其实杰诺是会长特地请来的帮手 按备份来说 会长还是杰诺的爷爷辈 不过如今年迈的会长已将状态调整到巅峰 所以强如尼菲比特也根本挡不住会长 当前会长一拳击飞猫女 索性猫女召唤出修理师 勉强没被打到远方 此刻小杰等人正好从四次元公寓冲入王宫 大家面对的正式护卫队的魔兽尤皮 这时龙心群的攻击正好落下 拿库路还借助变色龙的隐身打中尤皮一拳 随即小杰等人穿过尤皮的防线 而拿库路则对尤皮发动借贷能力计算贷款 没想到的是 尤皮的气场总量惊人超过70万 要知道早前被拿库路打败的小杰 气场仅有1万 随之尤皮一拳打断楼梯 铲面顿时大乱 另一边小麦被龙心群的范围攻击物伤 而蚁王则是紧紧守在他的身旁 全然没有防备 逐渐接近到会长和杰诺 接着尤皮比特也来到此地 蚁王则是首次放下王的姿态 请求对方 就此猫女得到死命 必须救活小麦 而蚁王也主动提议和会长换个地方决战 想不到讨伐队苦苦自定出的引开护卫队的计划 竟被蚁王的一句话直接完成 女子同时 男护露和秀托全力拖住尤皮 在他们的掩护下 莫老五突破防线继续前进 很快 莫老五早上消亚普夫 普夫一心想要赶去蚁王身边 但是莫老五却用烟雾 封锁住对方的行动 随即 普夫使用灵粉探知莫老五的精神状态 他还变成一个黑剑不知用途 小结这边 他和奇牙 章鱼同时杀上二成 其中 奇牙干掉树枝 欠何以打扫战场 章鱼伪装自己的身份 搜寻找前被抓的盘木 而小结则是苦苦寻找 尼菲比特的踪迹 这时 小结见到正在离去的会长 在对方的指引下 小结终于知道猫女的位置 此刻 小结周身上发黑气 他终于找到目标 立刻冲向对方 接下来 杰诺使用龙头戏话 他将会长和蚁王 送到可供决战的遥远之地 自此 杰诺任务完成 准备离开 其他地方 尤菲处的战斗极为激烈 秀托负责正面牵制 立刻被尤菲不断击杀 而拿库路则是利用 变色龙的隐身能力 躲在一旁 毕竟 现在借贷的总量太少 一旦被尤菲攻击到 立刻就会被清场本吸 而变色龙只要保持臂气 就能帮助同伴隐身 可是 秀托不断受伤 眼看就要支撑不住 为了不再让秀托独自扛压 拿库路竟然选择现身 之后 南库路牵制尤菲 将其引开秀托身边 他不断逃窜 争取让借贷的金额叠加更多 原本 变色龙想要趁机将秀托救出王公 可是 在看到秀托执着的面孔时 变色龙改变主意 决定先去支援其他人 小姐这边 他和奇亚终于来到尼菲比特面前 小姐立刻激发全部复仇火焰 发起质问 现在尼菲比特全身心都投入在小麦的治疗中 所以 他面对怒意勃发的小姐选择投降 尼菲比特还请求小姐让自己先为小麦治疗 此刻 小姐被仇恨之火覆盖 他根本不信猫女的话 以为猫女正在杀人 见状猫女坦白出小麦对蚁王的重要性 没成想 小姐却更加黑化 不愿相信 最后奇亚出面对小姐进行解释 为了让小姐打消怀疑 尼菲比特还自断手臂 终于小姐再也不能忍受 他不相信现在善良的猫女曾经却把凯特变成傀儡 而且小姐还说 奇亚是因为对凯特的感情不够 这才如此冷静 不过小姐在发泄一阵后 同意让猫女先行救人 他也要求猫女救完小麦后要把凯特变回原样 接着小姐静静的坐着 监视猫女眼睛一动不动 其实在凯特的事件后 小姐就不再是 曾经那个只有阳光的男孩 与此同时 离开王宫的杰诺突然被报纸找到 对于措手打伤小麦 杰诺有些歉疚战役全无 然而报纸却在一旁洋洋得意 不肯放过 就这样 洗把一拳干倒报纸 一击毙命 事后他和杰诺也离开了是非之地 另一边不断逃窜的南库路 回到秀托身边 其实 尤匹以为蚁王还在王宫 他没有对南库路下死手 只想快点和蚁王会合 但是就这样被尤匹无视 南库路却很愤怒 最不能忍受的就是 好友秀托同样被尤匹无视 随机 南库路再度出现在尤匹面前 决一死战 见状 尤匹被挑衅得怒气冲天 引发体内自爆 一时间 整座王宫都在尤匹的怒火下颤抖 对此 南库路只得带着秀托逃离避难 原来 尤匹现在非常失落 他空有一身武力 却似乎不适合保护影王 没曾想 尤匹居然在这种心情下自三进化 他开始假装愤怒的胡乱攻击 想要引出南库路 这时南库路也想让尤匹再度引爆 这样他可以趁对方蓄力时打上几拳 加快借贷 毕竟打到现在 借贷金额也才不到7000 随之南库路现身挑衅尤匹 而尤匹也将计就计 假装要积蓄能量 于是南库路冲到前方准备打上两拳 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自己中计 靠到某架了 靠戴力时的 终于是 想不到其他巨狼趕來相助 藉此男骷髏一連打中八拳 成功逃走 现在奇亚还开发出新的绝招 神术 他能让周身遍布电流 激发出极限的速度 不过奇亚的攻击太弱 根本不能破防 耗尽电量后 奇亚只得在变色龙的帮助下 逃之夭夭 与此同时 章鱼正在玩弓寻找爬木 过程中 他和一只龙虾斗智斗勇 成功打败对手 只是章鱼最后没有取走龙虾的命 莫老五处 他还在和逍遥普夫的黑剑对峙 经过一番纠结 莫老五终于敲开黑剑 没成想内中进狼 空空如也 于是 莫老五解开烟雾封锁 并在外界看到普夫 原来 普夫能将身体化成粒子 这些粒子还能够聚合分裂 变成无数分身 早前 普夫就把本体变得极小 躲在黑剑中 莫老五误以为普夫逃走 解除了封锁 因此 普夫成功逃出 恢复自由 利用分身能力 普夫还偷袭夺走了莫老五的烟斗 这时 尤匹也来到此地 随机战场发生变化 莫老五联手拿空入对决尤匹 师徒二人的配合极为默契 他们利用长余的烟雾分身 不断骚扰 这成功激怒尤匹 令对方进行气场爆发 可是 尤匹却在自爆后再度进化 他能把愤怒储藏在其他部位 保持头脑清醒 很快 莫老五的烟雾全被消灭 他自己也被逼到 绝境边缘 此刻 尤匹却对莫老五说了一句话 现在尤匹说完心中感悟 准备下手杀人 虽然 变色龙一度利用隐身能力 救走莫老五 可尤匹却靠着血迹 追到二人 最后 拿库鲁不得不出面 叫住尤匹 他答应解除念的借贷能力 并让尤匹放过莫老五 而在能力解除前 借贷总额已经高达37万 其实 尤匹在解除束缚后 本可以杀死拿呼噜商人 从保护王的角度出发 这也是最好的决定 不过 尤匹还是选择放走拿呼噜商人 另一边 秀托被诺布救出王公 接受治疗 接着 诺布还来到莫老五身边 他变凸了 也变强了 终于敢踏进恐怖的王公 莫老五也被诺布带走 进行治疗 与此同时 普夫来到小杰身边 在尼菲比特的要求下 普夫没有和小杰动手 此外 他还从猫女口中 获悉蚁王决战地的方位 于是 普夫分裂出本体 留下躯壳欺骗小杰 他马上找到尤匹 两人准备赶去蚁王身边 此刻 蚁王以后会长来到决战之地 蚁王还问出一个问题 其实蚁王过去 只将人类视为家畜 不过 在见到小麦后 他认为部分人类 也有存在的价值 蚁王还想打破 贫富分化过大的人类社会 那时 他会给人类一个平等的世界 那个世界 还将权力保护弱小 但有价值的人 可是 在人类统治者的眼中 欠何以必须消灭 对此 会长也有自己的无奈 他不想再和蚁王多说 以免心态受到影响 随即 会长黄黄走向蚁王 施展绝招 想不到会长的实力如此 恐怖 他的攻击也让蚁王嘴角带血 这时 蚁王依然想要和会长谈判 但是 回应蚁王的却是一对光阴巨长 一时间 蚁王也被激怒 爆发出恐怖的气场 然而蚁王依然没有动手 他继续坐在地上 想和会长谈话 剑撞 会长说自己知道以后 给蚁王取的名字 不过 只有在蚁王击败自己后 他才会将其告诉蚁王 终于 在名字的诱惑下蚁王不再忍让 他决定和会长对决 大战一触即发 就这样 蚁王和会长开始进行最终对决 那么战斗的结果将会如何 小杰等人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且听下回分解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三连 关注一下我们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拜拜